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放到显微镜下 他发现了一抹突兀的亮蓝色 后来他才知道这是一种名为群青的颜料 而这种颜料只有具现在一千年前 阿富汗某个地区的亲金盐中才能提炼出来 曾经一度这种蓝色颜料的价值堪比黄金 而其最为人所知的拥途就是 在几个世纪以来的艺术作品中 给圣母玛利亚的长袍上色 而拥有千年历史的牙膏中之会出现这种颜料 正是因为这幅牙齿的主人 很有可能是一位中世纪抄写员或画师 那么这个人到底是谁 首先这是一名女性 放射性探年代测定显示 圣明女性生活在公元997年至1162年之间 死后被埋葬在德国达尔海姆 她口腔中的这些蓝色颜料 威力为我们揭开了一段 关于中世纪书籍几乎已被遗忘的历史 当时制作书籍的不仅仅是男性僧侣 在中世纪那些极其耗费人工 异常精美的书籍背后 还有修女的功劳 而且如果制作时使用的是和群情这样珍贵而稀少的颜料的话 这些修女的手艺一定相当了得 如果说颜料可以在牙构中保存下来 那也意味着纤维金属和其他染料也有可能被保存下来 这真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新里斯本大学技术艺术历史学家马克克拉克 说或许可以通过牙构中的各种威力 来确定金属工匠木工和其他艺术家的身份 这位考古学打开了一扇新大门 千年牙构中的蓝色物质 就是这种颜料额 海格州立大学历史学家艾利森比奇 是一名研究十二世纪德国女性抄写员的专家 过去几十年 比奇和其他专家学者归纳 整理了中世纪书籍制作过程中 女性被忽视的贡献 比奇表示困难在于 虽然有签名的书籍大部分是男性的名字 但绝大部分书籍是没有任何签名的 只有极少数保存至今的书籍 有有女性签名 比奇甚至还找到了一封公元1168年的信件 里面记述了一段恩修女 使用羊皮纸、皮革、丝绸等名贵材料 制作豪华书籍的事迹 恩修女所居住的地方达尔海姆 也就是上文所述韩群青颜料牙齿的发现地 仅四十英里 比奇还找到了一本在公元1200年左右 由女性抄写员 使用群青颜料制作的书籍 也就是说 这种颜料跨越了四千英里 经由丝绸制度从阿富汗一路来到了欧洲 所有的证据都表明 在上述牙构女性主人所生活的那个地区 以及她所生活的那个时代 确实有女性抄写员 在使用群青颜料制作书籍 十二世纪书籍CVS中的一页 插画专家们还研究了群青颜料 威力 是如何跑到这名女性的牙构之中的 是反复亲吻插画页面所致吗 然而这种做法真正流行开来 要等到这名女性死亡之后的三百年 是来自于药物中所含的青金盐吗 但似乎也没有什么十二世纪的德国药方 能提供有力证据 况且群青颜料威力特别细小 说明它经过非常细致的研磨 而这一细节也表明 这些威力是人为加工成颜料的 最后 研究者们认为 存在着两种可能的情况 这名女性是画师 可能在用舌头舔画笔的时候 吃下了少量颜料 或者是在自己或他人制作颜料的过程中 吸入了少量粉末 与拉蒂尼合作展开研究工作的 是马克思普朗克研究所的一名微生物军群研究专家 主攻古代口腔细菌DNA的研究 现在 他仍在继续研究上文提到的牙构 目前 科学家们已 经从古代牙构中找到了各种各样的东西 从昆虫的部分身体 到有杜花粉 再到鸦片 羊毛和蛋白质等 所有这一切都在告诉我们 古代人吃些什么 他们是怎么生活的 他们真是太为未来的考古学家们着想了 瓦里娜开玩笑的说道 翻译 Lily叫对 Lily编辑 漫签来源 Sea Atlantic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